九州大陆灵气鼎盛 各族势力崛起 西方魔法师 东方修仙者 甚至是妖族 全都汇聚在九州大陆争夺资源 因此大洲国特赦人才是 发掘更多有天赋的人 入宗成为修仙者 少侠 来我何欢宗 有美女助教亲自指导修炼呢 我要加入 我先来的 别插队啊 我我我 这是我的节力 练气三层 鸡饼双链杆 自盖天资号神器 还是重本大学毕业生 数次捉绝天赋 不出十年必定肚结啊 哪里哪里 您过奖了 这启风谷据说是什么影视大宗门 像我这种天才 他们肯定 不靠靠 前辈 我可是大洲武道口修仙技术学院毕业的 你要不要再看看 究竟什么来头 哎呀 这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哥哥的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呀 欺人太善 嗯 哈哈哈哈 就你这资质也想入宗门修仙 还到处发简历在这儿丢人现眼 除了七宗联盟 其他宗门修仙不限资质天赋 我凭什么不能来 更何况我这样的资质 在修仙史上也有成功杜绝的前辈 你们少瞧不起人 还挺倔 不过 我看你倒有几分资质 要不这样玩 你来做我的天生秘书 我就帮你用天机壳 混蛋 你放开 你放手 老子看上你是抬举你 别不是好歹 哪里来的小白脸 敢被我们天机阁的人弄手 戏群不张眼的东西 混 哇 好厉害 在下施灵灵 谢过二人 哦 举手之了 嗯 啊 你居然是废灵根 嗯 是 太好了 跟我回启风谷当我家小师妹吧 学武修二 包吃包住 还有无血一剑 待遇丰厚哦 啊 既然有个废灵根 这座门怕不是个骗子吧 废灵根又如何 无非是教的人无能罢了 放心 入我启风谷 我定让你成为世间绝顶般的存在 灵灵愿意背入启风谷门下 时间不等人 我这就带你回国 终于骗到一个 不 哈哈哈哈 师父云庸在外 拜师那些俗里就见面了 我先带你认认人 这就是启风谷吗 这也太 潦草了吧 二师弟 快出来接点我给咱们启风谷挑的小师妹 啊 啊 啊 这就是咱们启风谷的二师兄 树小成 绿青和现实差距这么大的吗 那 是兔头吗 哎 兔头先放放 这是我刚骗 呃呃呃 刚收的小师妹 石灵灵 先来的 吃不吃 呃 不 不用了 哦 那我再去拿两个过来 情人说话 喂 你二师兄可是启风谷最强的人 性子嘛 是有些古怪 但人不错 以后你就跟着他混哈 最强 可爱师兄浑身上下一丝利用器都没有 分明就是个凡 哎呀 小师妹啊 有些话可不能乱说 会出大事的 嗯 快躲开 哎 你个小兔崽子 敢当老夫的孙子 滚出来 哎 忘记了 阴阳离子被小城打发剧炼丹了 要不然这群赢赢狗狗哪能进来啊 是天际阁的人 大师兄 怎么办 莫话 嗯 祈祝老爷 就是那小白脸子打的我 这小子的境界 我居然查探不出 莫非 在我之上 还是先视他一方为好 单欺辱天机阁的弟子 老夫今天 就给你们些教训 是谁 谁在偷袭老夫 是你踢翻的炉子 凡人 区区一个凡人 竟然能伤到老夫 这不可能 瞧不起凡人 请求老爷 区区一个猿鹰 也敢瞧不起凡人 就算你失度结起 我也照样打给你看 二师兄小剧场 竖角城 一个幸运抬穿着 被师父李长生带回起风谷后 开始梦寐以求的 修仙龙傲天职 终于是当我当龙王的一天了 奈何梦想很美好 现实太古 一没血脉 二没天赋 还没有系统金手指 更要命的是 他连领征都没有啊 无法修行的树小城 只能眼睁睁看着师兄弟们 一个个踏入修仙者的行列 而他 只能和狗啊 可是某天 狗也叹变了 不再是肉体翻开 而树小城 依旧是个凡人 哇 二师兄这么强的吗 都说了 他是启风谷最强的 记得吸血教训啊 千万不要瞧不起 一个凡人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力气 可恶啊 老夫从未受过如此羞辱 混账东西 老夫方才不过一时大意 才让你这小小之辈 有几可乘 年纪 狼狼士 这苍狼士可是天际阁 内门制高法术 二师兄小心啊 安拉安拉 你二师兄什么场面没见过 老夫今日便让你瞧瞧 年鹰 与你这肉体翻拍的区别 我看分明就是一只 只会乱叫的疯狗 怎么会 打狗棍法最后一试 狮长老 是什么来着 凡人 如何能破修仙者的术法 别吓我 二师兄只是一个凡人 都能这么强 要是我也能像他一样就好了 小人妹 我不是告诉你 不要在他面前提 二师兄冷静啊 小师妹入门还不到半个时辰 孩子小孩不懂事啊 去把鸽子喂了 吓死了 喂 新来的 凡人照样可以变得很强 不要瞧不起凡人 是 我没有瞧不起凡人 我只是希望能变得像你一样厉害 小师妹 走吧 我带你去割棚 好 对了 大师兄 修仙界不都是用通讯符和同传纸联络吗 为什么启风谷还在用信歌 你二师兄他用不了冬讯符 冬青月你背后说人坏话别语我我听不到啊 总之 信歌那边要是有书信的话 直接拿给你二师兄就好 那二师兄你流血了 我 区区致命上 我都习惯了 你来了 我都等你好久了 事不宜迟 咱们赶紧开始吧 啊 用力 嗯 好舒服 好舒服 啊 果然还是只有你最懂我 不是我懂你 只是因为我和你一样都不能修仙 啊 看破别说破呀 那就说这样的分析 修仙药遭遇至少九九八十一次累劫 七七四十九次碎骨重骨 以及上百次丢 伤 用这样的痛苦 来换一次得到成仙的机会 我的计算程序认为是不值的 你现在的生活非常平静安逸 为什么一定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呢 因为我想飞伤成仙长生不死 吃一辈子麻辣兔头行了吧 可恶 有什么他们可以修仙 又我不行 二师兄 有你的心 对不起打扰了 我这就走 谁骂 这么美好的躯体 何不与我们同修 共享极了 没想到二师兄 还有这种疲惫 你给我出脑啊 他叫六腰霸 也叫六腰霸 是你的五师姐 不对 师兄 也不对啊 师兄师姐都行 你就当他是修炼了特殊功法 才会变成这副模样 不是什么妖魔鬼怪 我在大洲国那么多年 从来没见过五师兄这样的 难道是 传说中的南蛮国的秘术 你就当是吧 刚才我在给二师兄进行推拿疗法 这可以帮人疏通经脉 活络经苦 你要不要试试 我可以吗 这是我师兄修炼的技能吗 好新奇啊 原来还有这种修炼方式 对了 二师兄别忘了开心 怎么又是这个老六啊 每次送信过来都没好事 今日我得上国点击 那有重塑林根之法 不过 俗话说得好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正好我这边的四项如意阵仪式 需要点人手 还望二师兄顾辞辛劳 助我燃眉之急 用来这一招 我信你个鬼啊 这是你六师兄白来的信 他在监察院六处工作 监察院 那不是大洲国专门监督管理 修仙和妖物的组织吗 大师兄没骗我 齐风谷果然卧虎藏龙 我一定要向师兄 师姐们好好学习 你以后见了老六 多远点 跟他牵扯准备好事 有那时间搭理他 还不如好好修炼呢 那就请二师兄开始吧 开始什么 指导我修炼呀 二师兄虽然是个 但你轻轻松松就打败了 原因期修士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强的人 你一定是有特殊的修炼方法吧 没 没啊 我是费灵根 不能用正常的方式去修炼 但是 如果有二师兄来指导 我一定能找到一条 适合自己的修炼之路 变得像你一样强 求师兄传授我变强之道 都说了没有了 根据数据统计 二师兄在指导 他人突破这方面 会有结束 真的 瞎说啥呢 数据显示 三师兄被树小城指点后 从树基到了很虚静境 四师兄 靠着树小城的指导 从炼器晋升到化神 那二师兄更是一路 被树小城指点到了度节期 就连天赋最差的九十地 也在树小城的帮助下 到了重机七天 这些都是实际样的数据 二师兄好烈啊 完全可以当贵三 二师兄 求求你快点指点我开始修炼吧 我要是指导完了 连你也费伤了 那整个师门岂不是又只剩 我一个不能修到的过寡老人了 先糊弄过就好了 修炼 先要明心 你修炼的目的是什么 我 我因为是费灵根 从小被其他人看不起 也总是被他们欺负 那些天际阁的败类 之前也嘲笑过我的体质 所以 我要变强 我要证明自己并不弱 你变强到底是想要证明自己 还是想要报复那些曾经霸凌过你的人 我 连自己本心都看不清楚 就算你是极品天阶灵根又如何 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终归是个软弱无能的废物罢了 一个废物 有什么指导的必要吗 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废物 不是 不是吧 稍稍积两句血压就开始暴涨了 就是 想报复他们 怎样 血压升高 心态加快 周身气血流转加速 气血已经通过接触照耀穴道 还有三处尚未通过 但经脉毒色 是 不软弱无能 可在这个修仙为尊的世道 身为费灵根的我又能如何反抗 能不能修炼就看他自己的造化 我的灵力在暴涨 感觉身体里有一股暖瘤 丝润着五脏六脯 起脉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么通畅过 树小城 恭喜你 你指点人的速度 又闯心高 你不小心用力过猛了 我只是想给他疏通经络 没想着帮他突破啊 我居然突破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帮你按摩的时候扫描过了 你的肩脉天生淤堵 导致周身真气不畅 树小城肯定也发现了这点 所以先引你激怒你 令你释放淤堵之气 然后刺激丹田 帮你疏通丹田经络 令你真气畅通 对不起 我还以为你 再说就矫情了 你要记住 我们启风谷的规矩就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斩草除根 以后再有人欺负你 你就像今天这样打回去 明白吗 我明白了 那师兄你能不能再知道我 玩去 真好啊 小师妹这么快就突破了 是啊 真好啊 好什么呀 有什么 怎么一拳就给他打到练琴五层了 为什么还是只有我不能休息 哈哈哈哈 虚弱不错 要不你试试机械飞升 啊 你这样啊 都怪你 我就说要加三分黄金 加多了不好 你非要加五分 现在爆炸了吧 二十出搞了一堆珍惜药材 让我们炼弹 现在全炸没了 肯定会把我们掉进来 炼弹三天三夜都不停歇的 怪你 这是在炼丹还是做火药啊 诶 是谁来着 昨天好像见过 是师父昨天新片上来的小师叔 这是什么鬼 你们就是大师兄的徒弟 阴阳离子啊 我是师灵灵 你们是在炼丹吗 是啊 大师失败了 要是二师叔知道了 我们就死定了 要不你试试 我 你在口出什么狂言 至少最后一份材料了 要是再失败了 我们真的死死死死定了 所以才让他来啊 对啊 新手保护器 给 交给你了 那我试试吧 我去 我炼丹从来没有见过进攻 成了 这就成功了 这 这是我第一次炼丹啊 原来炼丹这么紧 糟了 最后一份药杂都炼坏了 这次是真的死定了 他炼的 怎么搞的 你们又把我炼丹房给炸了 怪他 怪他 嗯 你炼的 是 愿有头战有主 二师叔你要找麻烦就找他吧 我只是想帮忙 我去 全是天界品质蛋 你人品不错嘛 这和人品有什么关系 别人都认为炼丹靠的是经验或者空火 实际上炼丹就和修炼升级一样 修仙玉明仙 靠的就是一个良好的品质 不过 这妹子才炼起五层就能炼出天界行气丹 老五那个黑暗料理之王都炼不出这么纯粹的天界丹药啊 这次真的剪到宝了 我的嚣 RE kali 练起的根地有着落啦 按照这个丹方再练一份丹药 好的 薯粉二两 甘霓溢一两 天南兴三分 最后练出来的是 这啥玩意儿啊 厉害啊 连茂台咖啡这种现代产物都能酿造出来 看来他真的是炼丹齐层 既然如此 那是该好好调教调教他 小师妹 咱们走吧 去哪儿师兄 来帮师兄炼大宝贝啊 希望有人没事 自从被树小城发现炼丹的天赋后 施灵灵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压榨 加油 我炼 炼丹又有炼 一张飞人全靠你了 师兄 我真的练不动了 看不见我 师妹你在这儿啊 快跟我去修行 累死我了 师妹别偷懒啊 师兄的超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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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练气单就靠你了 炼丹啊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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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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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快快出现 食老二 别以为我拿你没办法 我这老六的名号 可不是白来的 宁静想好的日子 就结束了 小师妹来起风谷一周了 不容易啊 她这段时间虽然进步很缓慢 但也比之前纯费灵根 时期强了不少 对了 她练的弹药效果不错 可以帮人聚系凝神 甚至是突破境界 二师弟 你 吃过没 我是问你 吃过饭没 差点忘了 那些弹药就对二师弟和小师妹本人误销了 大师兄二师兄 早呀 早啊 二师兄 老六的信 接上了吧 可这信是六师兄寄给我的 寄给你 这死老六胡萝卖的什么药 六师兄呈邀我参加四项如意镇 那是什么 四项如意镇是用来镇压强大要挟的法阵 由于法阵内部错综复杂 不定期法阵内会冒出来各种小妖怪 因此监察院时常举办一些仪式活动 招募有志之士主动来对法阵进行清除和维护 不过 虽然我用书信告知过师弟们 启风谷新增了个小师妹 可四项如意镇如此重要 六师弟怎么会让你去啊 六师兄说我是启风谷的希望 只有我才能撑起启风谷的门面 小妹妹警方定心诈骗啊 老大快给时间上一课 来了 白莱 启风谷六师兄 史上最狂官二代 自大洲建立以来家中世代为官 白家根基身后 白莱身为家中独子 在大洲更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存在 今日本公子高兴 闪黄金一两 后来闲得无聊就跑去霍霍监察院 成为六处处长 每天忙着处理各种行政案件 还不忘了关心师兄这门 好久没见师兄弟们了 要不然回去一趟吧 顺便给他们带点好东西 他不知道从何处逃来的法宝和药材 以好东西为名 投喂给师兄弟们 借此研究其特性 曾经导致树小城中毒 阴阳离子骑着扫肘飞 还有我长出射精腿 等等一系列在男性世界 如今他已经被我们拉入了黑名单 这么恐怖的吗 话说老六的家是不是这个方向来着 我给他隔空投送点礼物 省得他诈骗未成的少女 快住手 你这礼物送出去啊 就该给白来吃席了 得 那下次让他体验一下什么叫机械飞升 把线给我 那大师兄二师兄 我能去吗 小师妹你先别着急 我去到六十地吧 可以 你怎么 这里有一本剑谱 你这几日好好研习 晚些时候我会替你重新锻造一把宝剑 出门在外 总得有件衬手的武器 谢谢二师兄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将启风骨发扬光大 嗯 去玩吧 小城啊 你还是很贴心的嘛 这你话多 待会你写封信给老八送过去 看看老六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 好好好都挺你的 万一老六这一次没骗我呢 还真找到法子让我修炼 圣兽战虎 这种天才地宝就算你运气好得到 也不属于你 我请请 这个小婷 我一定会让你们 给锦鱼偿命 二师兄 我师 兄 我一定会给启风骨争光的 好好好 这是你二师兄让我转交给你的宝剑 他特意叮嘱 此剑威力巨大 不可轻易使用 哇 二师兄真是有心了 那 那我走了 注意安全 早点回家哦 我的计算结果显示 以施灵力现在的能力 他在四象如意阵一事上 只会是最早被淘汰的逆品 不可能把个头冲 放心吧 那家伙带着大枪跟着呢 到头来还不是放心不下 死鸭子嘴硬 四象如意阵还没开始 他路上梅花鹿被妖兽袭击成重伤 这可如何是好啊 要是长老知道 我们把他的坐骑弄成这样 他肯定会重重罚我们的 你们快看那个人 哎 骑狗的 这哪门哪拍啊 哎呦 这狗还会说人话了 真是出了棋了 啊 会说话的狗 你能不能下来 我是斗不是马 童头铁骨 豆腐腰懂不懂啊 你不是天天叫嚣自己的道成仙了吗 那应该是先锋盗骨 无尽不催 当做其正合适 这狗能说人话 想必已经得到 那单可有大用 既如此 那便好办了 我最起码会飞 不像某人 至今连遇见飞行都做不 在狗叫什么 会飞了不起是吧 别转别转 这位兄台 你的狗不错呀 可否卖我 我们来望月阁弟子 见兄台这狗颇有灵性 倒不如将这狗卖给我们 让这狗与我等一同 修炼生仙 原来是自己的坐骑受了重伤 想拿他的内单来补救啊 这么冠冕堂皇 说得我差点都信了 对 你看破不说破呀 我们可是七大宗门之一 望月阁的弟子 取你的狗一条狗命又如何 你敢不从 你们的坐骑受了伤 凭什么拿我狗的命来给他流伤啊 狗是我的 我说不卖就是不卖 请就不吃吃罚酒 月索 疯 我是没用的 我这阵法中的雷电 可是连助机器的修饰 都难以抵挡的 这魔法攻击阵法 阿强 不要给你了 没问题 是吧 阿强旋风踢 这狗会用回旋踢 这是正常狗能干出的事吧 先去抓了他主子 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 就如同财子一只楼一般 找死 不是 你们找他干嘛呀 物理攻击带来的痛 我们走 我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 要是再让我遇到那个孙子 我一定要让他和他身边的那条狗付出代价 哪里来得起 是望月阁的道友啊 你们这身形头 我还以为是遭了灾的流明乞丐呢 你这就没眼光了 望月阁的道友肯定是要引领大中国修士的穿搭风潮 你看脸上那狗爪子花电 多别致啊 咱们同属七宗联盟 你竟敢如此羞辱我们望月阁 有人吵起来了 混蛋 一群乞丐 就凭你们这群废物 也想参加四项如意战 还是早点回你们望月阁 找妈妈哭吧 你们别太过分了 这不是那个被逐出山庄的废物吗 没想到在这里碰上 真晦气 第一 我不是被逐出山庄 而是自愿离开的 第二 遇到你这种败类 我确实觉得晦气 若你真有能力 明月山庄又怎会不留你 山庄大度 我忍伤你自尊心 才让你请辞的 你可别真把自己当回事 遇到你我们才觉得晦气呢 一个只知道鹰鹰鹰的废物 快看 他又要哭了 你们别太过分了 各位道友请注意 四项如意镇一事的报名时间 只剩下半个时辰 想要报名的各位 请抓紧时间 女侠 感谢你为我们兄弟出头 但仪式要开始了 回头我们再登门拜谢 我可不是为了你们 我是为了我自己 走吧 报名要紧 你一个被逐出宗门的废 你跟 无门无派 有什么资格参加四项如意镇仪式 去了怕是也会被赶出来啊 我师称启风谷有门有派就不劳你这晦气玩要操心了 你 启风谷没听说过呀 每个鸡脚嘎啦的野心门派现在什么人都能参加监察院的活动了啊 赶他 野心门派 叫费灵根 真是物以类聚啊 哈哈哈哈 就是就是 能收留这废物的门派 能是什么好地方 哈哈哈哈 那启风谷 估计就是个垃圾聚集地方 啊 啊 啊 不许 侮辱我师门 胜受战虎 这种天才地宝就算你运气好得到啊 也不属于 不轻轻 跟消停 我一定会让你们 给锦鱼成命 啊 啊 每次三番羞辱我 该打 死无其风谷 更该打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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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侠看起来容弱 没想到这么强啊 不过这腿法怎么这么眼熟啊 这丫头不是个费灵干嘛 怎么忽然这么强 我只是下意识地试了下二师兄那一招 没想到威力这么大 二师兄说得对 谁欺负我 我就打回去 欢喜的感觉 真的好耍 干得漂亮 哎 我刚是不是听到了大黄的声音 混账东西 居然敢打我们 找死 还想挨打 真的把我惹脑了 今天 我拿你来祭我的魂火 各位道友请注意 四项如意阵仪式的报名时间即将结束 还想参加的道友请抓紧时间来报名 预报从速过时不后 直接来 不用排队了 不用排队了 别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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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二姐 干得不错 都这时候了 突然说不用排队 这个检察院 真是跟白来一样不靠谱啊 老六虽然不靠谱 但震惊事上从不乱来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比他不得不加快速度 我找老六有点事 大强 你去跟着师领领 你不跟着吗 我看那几个明月山庄的人 都很小心眼 他们很有可能去报复小师妹啊 孩子大了 该断奶了 断奶了还让我这得到老狗跟着 四项如意阵仪式正式开始 考核方式采用积分制 积分最高者 可获得监察院六处提供的神秘大奖一份 以及进入监察院就业的资格名额 消灭妖物 异兽 魔怪等都可获得积分 我一定要拿到第一名 给起风谷珍光 也给自己沾口气 愁死了 确准程度就下转了 要不是我恰好路过 你怕是已经被妖怪吃了 老六搞这个仪式分明就是白嫖傻的来祥阳风魔 给他白打工 偏偏傻的还挺多 这种小法阵 不会只有一个 附近应该还有 找到了 这里也有 果山 由这样的小法阵 组成阵营 再由各大阵营 整合成四大阵门 最后组合而成的 才是完整的四项如意阵 这种法阵 凑松复杂 缓缓相控 所以有极强的镇压效果 一般 是用来封印妖王凶兽等大恐怖之物的 白来那么着急 难道是封印出了什么问题 我非得找到 施灵灵 那个废物不可 明月山庄那几个人 那个废物竟敢如此羞辱我 等我找到他 你必要把这耻辱 加一千百倍的还给他 师兄你放心 来的路上 我听到监察院六处的指示提过 一宗武林中心 有一片沼泽地 那里是妖气最浓郁的地方 拨服了很多难缠的大妖 就算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那边的大妖也足够对付他 师兄这个祸水冬营的办法 真不错呀 那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找那个废物 把他引到沼泽地 施灵灵啊 他那边还有大墙跟着呢 倒是不用担心 当我至急 还是得再调查调查这个阵法 什么人 先进 伟大的 军王我要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你 只要你能得偿所愿 啊 哥们你没事吧 为王的诞生 献上祝福 不 他这是中了数法 浪迹回头群 我已经封住了你的经脉 好好睡一觉吧 不过这个状态 不像是普通数法影响 难道是 疗 老八的回信 我倒是要看 老六呼噜里卖的什么药 不好 胜受战虎 这种天才地宝就算你运气好得道 也不属于 我请请 林小婷 我一定会让你们 给给予予成命 啊 收完定制 应该就能进入到前五了 啊 谁干的 废物就是废物 杀个小妖子这么费价 就凭你也想拔他头筹 真是做梦 一口一个废物 除了嘴汗 还有什么能耐 今日 我便用二师兄亲手锻造的宝剑 给我教训你 这废物 不会真得了什么绝世宝剑吧 看剑 这么湯狐落 果然是垃圾宗门 练的垃圾玩意儿 笑什么笑 就算是唐葫芦 这么拔你 你个废物竟敢调不起我们 常常我这万年玄铁打造的流星 唐葫芦剑法之 他今天一定修仙 我的锤子呀 他这剑到底是什么做的 怎么什么都能剔开呀 我的锤子 他干什么做的 计划行事 神灵灵 那个废物 就把师兄追过来 干掉我们啊 别跑 这孩子倒是挺像树小城的脾气 来出手时就出手 真不错 看来不用我出手了 你们站住 师兄 这废物的武器太猛了 我们根本挡不住啊 大爷他 说好了用这边的大妖对付他呢 这怎么一个妖怪都没有啊 别跑 打药来了 废物 你玩什么呀 可恶 大强 一只癞蛤蟆 也敢在本尊面前叫嚣 你大老 我错了 大强 你怎么在这儿 小城不放心 让我跟着你 真的吗 我下山时他都没来送我 我还以为他不在意呢 怎么又来一个妖怪 而且这妖怪和施灵灵关系好像不一般 一个施灵灵就够呛了 再来个大妖 不行 打不过呀 别慌 你看那儿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那应该是用来镇压大妖的灵阵 灵力充沛 专刻大妖 反而我们 从东借出些许灵力 灭掉这两只大妖 我们明月山庄 就是此次灭妖的头筹 还能顺便解决掉 施灵灵那个废物 就按师兄说的办 天 天昏戒法 明月教会 冲长 好像是沼泽那边传来的巷洞 一定是有人动了中心阵法 处长 属下遮救待人 不必了 法阵不悔 如何处药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好强的灵气 不对 是好重的妖气 是他们在搞事情 快阻止他们 好羡慕的法阵 感觉身体里 有远远不绝的力量 走手 小心 不好 这叫我被附生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 厕长 已经控制住了 六处办事 闲人退散 怎么是老六这个玩意儿啊 他就是六师兄 去 把他捆好了押送回去 是 呦 大强 好久不见啊 谁想见你 六 六师兄好 这就是二师兄带着的小师妹啊 听说二师兄对小师妹很关照 想必这趟出行 二师兄也一定跟来了吧 为什么一直强调二师兄 小诚快出来 这么大人了 别玩躲猫猫了 这趟是我自己出来的 二师兄不在 我都这么气他了 他居然都没来啊 可是师兄你邀请的 明明是我啊 哎呀 事关家国生死啊 这老二到底死哪儿去了 怎么还没到啊 老子不会法术 连个分析符都用不了 吸死我了 要不是那死老六 我根本不会来这鬼地方 噢 你个头啊 等会儿就把你毛把了 祭奠老六 二师兄小剧场 鉴定一下 网络热门妖怪 这是助机器大腰 这是同灵镜大腰 这个呢 这是因为调休连续加班九天 怨气足够养活十个邪剑仙的社畜 圣兽战魂 圣兽战魂 这种天才地宝就算你运气好得到 也不熟 我请请林消停 我一定会让你们给锦鱼成命 其实我本来是想请二师兄来四项如意镇仪式坐镇的 毕竟这里封印的是南狱妖王 妖王 这玩意儿的实力都堪比杜杰期了 但他没回信 我就知道他不愿意来 所以 我邀请新入门的小舍妹过来 想用激将法逼树小城现身 原来你不是看我有天赋才邀请我的 不过好像急过头了 他彻底生气不来了 所以 其实我只是你们play中的一环吗 连刚入门的小师妹都利用 真不要脸 情况特殊嘛 不过 就算现在树小城没来 活也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 刚出世的妖王 本体虚弱 所以他必定会找人辅助 这副生者并不会继承妖王的实力 只要趁此机会 把宿主控制住 妖王就逃脱不了了 之后再用葫芦 抑制妖王的妖气 处理好妖王后 也不会对这小子产生什么影响 所以 仪式开始前 我命人给好几个打探情报的家伙 提供了沼泽的位置 就等着有心术不正的那个人 来当容器 打不过妖王 我还打不过这群菜鸡嘛 真老六啊你 六师兄好算计啊 这叫纪某 学着点 什么情况 走开我死 走开我 跟车了 一决废物 这都挡不住 处长你说的轻巧 这可是妖王啊 刚才是妖王分出一道妖魂 假装附身 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他等本体肉身修复好了才出事 也不知道 敢不赶得上这个月的医保报销 不过 妖王这么大个 炸成烟花 应该也挺爽爽的吧 有先者 也好 我拿你 来滋养本王的幽魂 不好意思 丑剧了哈 哈哈哈哈 你的这些公鸡对我来说 根本就是隔血造痒 毫无意义 小笨蛋 都什么年代了 谁家公鸡还没个二段模式啊 行了吗 你小子有点东西啊 我只是猿鹰骑 又不是树小城 你们觉得 我有可能单杀杜杰骑的妖王吗 愣着干啥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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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小 等等 别过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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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小原因 倒还有些自识证明 这 这是又一个妖王吗 恐怕 这才是她的本体真面目 这下 无人脱了 哈哈哈哈 把你们的灵气 闪到奉献给本王吗 我那小杨狂妄 正是秦明的一生 不会就要这样结束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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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险 啊 啊 六师兄 刚才是你倒下的宫器吗 我没 那个水球是小师妹的隐藏能力 啊 六师兄你快开 嗯 枪指是吗 是像 这样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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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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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终于来了 我就知道你还是在意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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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好用的 何人当我 找死 嗯 什么 嗯 啊 啊 你做错了两件事 第一 不准动起风骨唯一的小师妹 第二 白来只能被我打死 原来二师兄一直在背后跟着我 默默保护我 啊 我就知道 有懵懵哒的小师妹在 老二不可能不来 王哥 啊 哎 你说重铸灵根的那个呀 哎 我出门太着急了 忘带了 好吧 原来不是因为我 嗯 嘿 你先把这妖王解决了 我等会儿带你回监察院呢 哦 那我等会儿再来 爷啊 老二 你最是大体了 嗯 嗯 嗯 难了我 你小子竟敢偷袭本王 本王要将你们随时挽断 哇 啊 他又来了 哎 我去 老二 你惹的你要解决啊 哦 给我死 哈哈 包子在这儿 嗯 嗯 我妖王也要让你尝尝 起背后被人挟捷的 哦 不是吧 二师兄一拳就把妖王打飞了 哎 鸡操而已 你还多习惯 本身上下没有任何引力波动 只能三番两次伤我 是我想找你了 老个叫 怎么会这么多 嘿 就为如此之高的修行者 其内的兵器正好为我所用 老将能不能有点创意 动不动就封灵力 不了 不知 那可是千年世灵阵 不仅会封住你的灵力 更会退市你的灵力 让你痛不欲伤 哈哈哈哈 好 圣兽战虎 这种天才地宝就算你运气好得到 也不属 我请请 这个小婷 我一定会让你们 给锦鱼成命 啊 下雨了 要收衣服了 六师兄 我们真的不用上去帮忙吗 那妖王要抽取灵力 可是树小城他 哈哈哈哈 这下我看你还怎么办 你的所有灵力 都将成为本王的羊鸟 祝本王大瓶酒 我来这儿了 不对 你破开了我的千年世灵阵 我刚刚就在发愁不能进身 倒是主动搜上门了 不对 你身上怎么没有任何灵气波动 你 你居然是个凡 这个凡人怎么会有如此实力 该死 一定是本王力量稍微恢复 才会落得如此大弱 等我养好上回来再 该死的凡人 本王日后再找你算账 你又来 启封古秘法第一是 啊 天狗降火 你精魂被打碎了 这不可能 本王竟然被一个凡人打败了 本王不甘心啊 瞧不起凡人 现在就拟抱你 住手 这内单得留着 我留他干什么 你看看方子就懂了 妖王内单是重要材料 要是毁了 你的灵根就真没救了 啊 想重塑灵根 必须先聚气 再练骨 后速魂 最后助灵 首先需要用妖王内单 灵神拳 七叶灵芝和龙转花 练制成聚气丹 然后找灵气最胜的地方 扶下聚气丹 聚气集灵 让体内灵气充沛 再使用天宝宗的化骨 肖日绝 更改自身筋骨 这样才能接受速魂炉的锻造 速魂炉可以由内而外地改造修行者的魂灵 让其体制能够诞生灵根 从不可能变为可能 等一切技术都做好了 就可以使用终极神器太白尺 为修行者铸造灵根 登峰造极 有点道理 没错 这可是我跋山涉水苦苦求来的方子 不用太感动 所以我说过 你只能被我打死 没错 你又是想和气 别打脸 让他也处该的 你爸呀 总而言之呢 这些年来 师父和师兄们 都尝试给你直接造一条灵根出来 但每次都失败了 是因为方法不对 只要做足了准备工作 那制造全新的灵根 应该就万无一失了吧 这玩意儿 保证 这方子 藏在监察院的绝密藏书阁 你是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才偷 才借出来的 绝对保证 你有这么好心 大家都是师兄弟一场 怎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大家都知道 你最大的心愿就是重塑灵根去修仙 二师兄所愿 就是我之所愿 西风谷上下之所愿 甚至监察院所愿 而且这承载着师父对你的尊尊教诲 停停停 别念了 你需要的药材法器之类的 我都探查好了 我过两日就启程 帮你把那些东西都寻回来 我怎么能确定你是真的帮我 而不是整我 拿我当试验品 信不信随你啊 反正二师兄你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嘛 万一成了呢 不要麻烦了 我自己去找 唉 整个大洲国只有七宗联盟的望月阁才有龙爪化 哇 你可千万别去招惹七宗联盟啊 他们实力高深莫测 连我们监察院都轻易得罪不起啊 你说完了 我早就找惹过他们了 唉 我这个乖乖佑 总算打发走了 处长 你又骗人了 什么叫佑啊 我看老二挺闲的 就想借他之手 去敲打一下七宗联盟 嗯 嗯 我回来拿东西 那个 我什么都没听到 不是 你听我解释啊 我给树小城的那个方子是真的 那我也不知道那些材料在哪 放心啦 六师兄 我不是背后乱嚼蛇根的人 六师兄之前也算生命救过我们 这秘密 我就替你保守好了 嗯 嗯 这是什么贴心小棉袄 还是师妹好啊 不过 要是六师兄死性不敢 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就不小心说出来了 歪了 这孩子彻底让树小城要歪了 树小城 你罪大恶极啊 到了到了 前边就是望月阁的花田了 老六难得靠谱一次 指的小路真是又快又准 我说 咱们之前可是把望月阁的那俩傻缺痛揍了一顿 人家要是不想给怎么办啊 望月阁有一整片龙转花田 他们要是不愿意 我偷偷摘一朵 估计也不会被发现 可是二师兄 这种地方一定会有很多高手看护吧 兵来将挡水来土引 所谓兵法 我的花呢 我那么难以跟龙转花呢 圣兽战虎 这种天才地宝 就算你运气好得到 也不是 我秦秦 林小婷 我一定会让你们给鲸鱼成命 家族法规不可更改 爹 你今天还是得按规矩行事 哥 你又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规矩是死的 难道人也是吗 爹 爹 我作为一家之主 总得为你着想 是不是 我花三百万元是买回来的常备 把龙转花给我交出来 那么大一片残骸 你看不到吗 龙转花都被我垫开手了 我的悲剧啊 你们手里没有 没了 种子呢 现在立刻马上跟我招出来 只有我爹会中用兆花 我们还没学会 造年啊 三百万元是 阿使兄撑住啊 不对 你是谁 竟敢擅闯我望月阁 来人 把他们给我扔出去 胖子 我拿你父亲挚友的爱徒 启风谷带掌门树小成 是我师父他老人家 特意让我过来看王林尊的 你们就要把我赶出去 难道这就是你们望月阁的带课知道吗 瞎话长嘴就来 都快赶上老六了 爹的质疑 启风谷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你师父是哪位啊 张伯 刘大爷 还是李叔 没错 我师父就是姓李 他老人家的形式风格你们也懂 没听说过我很正常 哦 李叔话少 也确实很少提及自己的事情 得罪了 既然是李叔的徒弟 那确实是贵客了 快请上座 上座就不必了 我师父有事急需龙转化 你们赶紧带我去建令村 重重龙转化 这个 嗯 父亲病重 怕是不好见客 既然你是父亲好友的爱徒 见一下也无妨 不过 我得先和内门长老知会一声 这么顺利啊 家父精神失常 烧了花田后就已病不起 昏迷的时候 比清醒的时候多 没事 还能记得怎么装花就行 你个小贱胚子 头头摸摸的 肯定没干什么好事 嗯 吵吵闹闹的 看什么呢 少阁主受罪 都怪这小贱胚子 冲进了冲销楼 坏的祖宗规矩 少阁主 我 我真的只是不小心进去 求求你们饶了我吧 哦 活去寿场未劳 不要 不要啊 请少阁主定毒 祝福 现在时代不同了 你一言不合 就把人拉去尾了啊 太迂腐了 刚才不是大哥口口声声说 要按照规矩行事吗 怎么突然变卦了 什么规矩比一条人命还重要 这是从望月阁建立之初就有的规矩 没有例外 哦 那冲销楼是什么地方 这么森严 贵客有所不知 冲销楼乃是我宋家的风水宝地 在满月之夜踏上楼顶 可以集月华之力聚气修炼 因为这是罕见至纯的气力 正好配合本格内功进行修炼 所以冲销楼从来不准外人进入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今天是祝福的成人礼 成人礼的仪式之一 就是要去冲销楼进行修炼 若有人闯入冲销楼破坏了仪式 自是不能轻饶 阿师兄 他也太可怜了 你看我师父和你爹也是老朋友 能不能 好说 那就看在启风谷的面子上 获个例 这次我就不追究了 爹 李叔的徒弟来看您了 不是吧 他好像真的快不行了 抱歉啊 我父亲实在是病重 连祝福的成人礼都没法主持 不行 得亲自把门确定 爹 按理应该等您好转来再亲自主持 但事到如今 已经不能再耽误了 儿子不孝 只好代替您 为祝福行礼了 老哥主一定会尽快好转的 我师父还等着您一起喝酒去呢 叔兄 如今父亲的情况 叔兄你也见到了 龙爪花 我等实在是无能为力 没事没事 只是我来一趟也不容易 不如让我等在这里住几天 就当旅游散心了 贵客前来 我岂有不招待之礼 叔兄尽管住 那就多谢温暖兄了 二师兄 龙爪花都没了 你为什么还要留在望月阁啊 万一他们有私藏 而且刚才他们不是说过 那冲宵楼能聚气吗 咱们今晚 二师兄 偷闯别人家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这可不是偷闯 而是以身正道 亲自验证那冲宵楼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神气 你再瞎别 找到了 哥 就是他们 怎么是你 好巧啊 他们两个是四象如意镇仪式上的 谁来着 我不记得了 你这目中无人的狂徒 居然敢忘了我们兄弟俩 啊 记起来了吗 嗯 想起来了 揍过 手感挺熟的 你记住人都是靠手感吗 哥你没事吧 唤醒了他的记忆 恋头不算什么 抱歉 是我们冲动了 我叫没对象 他叫没有钱 你救了我们的小妹没想好 我们只是想当面道谢 你们望月阁所有人取名都在搞邪音梗 要道谢找他吧 和我没关系 要不是找龙找花 我才懒得管闲事 你也是来找龙找花的 花田都被老阁主烧了 是真的一株都无了 也 除了我以外 还有别人 有啊 花田刚烧那会儿有人来问过 然后他就去追查那个南蛮人了 什么南蛮人 之前 阁里来了一批仆役院工 其中有一个 脸上还有南蛮那边的刺青 老阁主病倒以后 这南蛮人就消失了 非常可疑 南蛮南越国的人擅长御谷 炼毒 治药 和妖族关系甚好 如果是他把老阁主搞得精神 失常好像也合情合理 望月阁得罪过南越国吗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盯上我望月阁的功法秘籍了 你们在说什么 少爷 刚刚饶你 你现在又和外人缴老阁主的蛇根 不想活了 二少爷息怒 我们不是 真巧啊二少爷 刚刚是我找他们打听怎么进冲销楼呢 正好你刚说 要不你来指路呗 一个是少阁主 一个只是二少爷 有意思 进冲销楼 你好大的胆子 难道忘了我们今天说过 禁止宋氏血脉以外的人进入 为者阁杀无论是吧 可现在不就有个例外了吗 他破的例 凭什么我破不得 放肆 我问了把你当会客 我可不会 我根本没听父亲说过什么老理 混击望月阁 还张口叫龙找话 根本就是没俺好心 他 扶手间 怎么可能 变身了 睡觉 可是二少爷 他居然说打就打 咱要不要喊人啊 还能立个功 可他太强了 咱们也惹不起啊 要不 还是算了吧 好霸道 妈妈 我好像恋爱了 走 也得住小龙 可是师兄 你刚刚把望月阁的二少爷给打了 望月阁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吧 这俩兄弟的关系才不会好到哪里去 说不定啊 宋温暖还要感谢我们帮忙教育弟弟 距离宋祝福的成人力开始还有半个时辰 咱们速战速决 望月阁的人还没有发现他们的二少爷被揍晕了吗 这里居然一个手位都没有哎 哇 这里也没人啊 啊 风景真好看 这月亮似乎唤醒了本尊的一些陨石冲动 比如天狗吃月 不是 是对月狼猴 ampf 妈的嘞 你也不进去 你不够肚子 你不要敢 嘴巴 啊 师兄 你后面有人的手 老阁主 有人来了 你们 哟 抢得还挺快呀 好家伙 这四个长老一模一样 敢这叫毛涛懒呢 无耻恶徒 我们好心好意收留你们 可你们竟然打伤我弟弟 闯我冲霄阁 甚至觊觎冲霄楼的功法秘籍 杀了我父亲 简直是罪大恶极 你指责我之前 要不先把你爹的尸骨收敛起来 我看他死挺久了 怪老了 师兄你别再活上浇油了 赶紧解释 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 人家直接认定咱们是凶手了 多说无意 来人 把这几个大胆狂徒抓起来 关心大牢 可恶 要不直接打吧 咱们启封骨的规矩 咱们动手就少说话 就是 干他 啥时候有这规矩了 别乱动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你没受过这种委屈 一定是那个宋主服干 他把自己的老爹咔嚓了 宰仓他们 不一定啊 我看那个宋温暖也很有问题 他刚才就认定是我们干的 好像他会提前预知一样 尸体都被咱们找到了 他这么想也正常 肯定是宋主服 可是宋主服的手被二师兄打断了 打碎柜子的那道气劲 应该不是他 阿师兄 你说呢 二师兄真是真困了吧 不 我觉得他就是欠 啊 来人了 快出来 时间紧迫 动作快点